大家好,我是小徐 关于我女儿这次 这是务实管道疏通剂 导致嘴里面有多处被烧伤 喉咙里面有一处 然后胃烧 有两处被烧伤的事情 这呢是我们大人的疏忽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基地里面有许多哥哥生病 然后医生来帮忙治疗了八天 最后医生就回去了 有点没有死亡率了 很低一点 医生就回医院了 然后还有许多哥哥咳嗽高伤 我就跟我老婆自己给我打针 自己做悟患 每天忙的时候 我女儿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 可是这次没注意 她回到了洗手间里面 打开柜子 从柜子里面拿出了管道疏通剂 在那边自己贴了一下 结果倒是伤伤了 当时真的整个人吓得 我总感觉都不在了 我老婆吓得一直在那哭 姐姐送到了医院 给她检查 检查了胃之后 就是看看 胃上有两处烧伤 真的感觉这次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因为那个管道伤伤剂很厉害 一旦伤伤了 吃下去死到胃 不可能 都有可能被伤伤 有可能就住进 那个很重的病房里面了 所以这次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 然后在紧接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来福离开了 然后狗狗们生病 包括现在还有一些狗狗在医院病着治疗着 家里面还有一部分狗 这就是目前我们家里的状态 有许多人说我们为什么不照看孩子呢 根本有时候忙着把孩子就给忽略了 两百六十多只狗狗需要来照顾 而且还伴随这些生病的 所以我跟我老婆抓起来 给她打针书业 做物化 都给我们自己来做 有时候一忙就把孩子给忽略了 忽略了 我不像有的家庭 比较有自己的父母 能帮忙带带孩子 就是大过忙的时候 自己的父母 爷爷奶奶能帮忙带一下孩子 但是我们没有爷爷奶奶 同时我老婆跟我的家庭条件也差不多 然后她也没有老爷老娘 就是我女儿从出生到现在 一直跟狗伯们生活在一起 跟狗伯们一起长大的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床 就是我们一家三口住的屋子 我们床上基本每天都是睡着这些狗 所以我已经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局势了 我也想多给孩子点关 我自己的孩子 你们不心疼吗 其实她那天被烧伤那一刻最心疼的就是我们当父母的 不当父母 不知道父母的难 就真的当了父母之后 才知道父母把一个孩子带孩子有多么的不容易 那些进医院 医院里面那些小孩 哭的真的 听到心里面特别难受 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 但是听到那些小孩哭 心里面特难受 这次也让我们就是警觉了一点 以后家里面经营了那些威胁物品 尽量不用美回来 美回来的话也放到最高处 因为现在孩子长大了 已经两岁了 两岁了我跟他妈呢每天忙着照顾这些狗 然后我老婆有时候还要去店里面做生意 根本就没心事 就是单独去照顾了那孩子 我们有时候忙着孩子自己跟狗狗一玩就是一天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次狗狗生命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我准备把我们基地做一个抵押 然后抵押上10万或者是5万 然后换一些钱回来把这次的困难给录回去 就是要面对这260多只狗生命 我做到了不坚持 做到了坚持不放弃 一直坚持到最后一线 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只狗 重病往医院送 但是坚持下去的背后 然后付出许多的金钱 这是今天要跟人家说的 真的是我们大陆的疏忽 我们也知道我们错了 然后家里面那些有危险屋的 烧伤屋的我们全部都放到高处 让大家担心了 不好意思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些狗 好吧 好几个门看狗狗 这是我们自己住的屋子里面的狗 包括客厅里面 然后卧室里面 都是狗狗 像这个自己的博美像北斗 还有这个科技 还有杀泰迪 晚上都在我们屋子里面 对我们住在同一个屋子里 现在他们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然后我们家里面还有个20多只狗 在生病目前为止 今天还有一只生病的要受到医院治疗 是A打 那时候我老婆救回来的 这是在市场里面 被主人切的耍杂技的那只狗 今天因为太忙了 这个床上被主公伤的杀量杀的 晚上还得换床单 所以说是有时候我真的恨不得自己一分晚二来照顾这些狗狗 根本一个人感觉忙不过来 因为懂狗狗的一些打针 输一打针 不输一也说错了 懂狗狗一些打针啊雾化的 这我跟我老婆懂 我说他们只会打扫一下卫生 做这些的话做不了 我说能帮忙抱抱狗狗 一小家那个时候来了四个医生他们一忙忙到大半夜 根本说我们一家子了 咱们再看看外面的狗狗吧 这是外面的狗狗 小多元这个区域 我那几天 就是忙里偷袭 给他把场地命化出来 不再是土地了 之前这一块都是土地 然后我在忙里偷袭 给他把这一块土地给他命化出来 不再是土地 也是像对面一样 全部都是水泥地 这区域基本也稳定了 然后这边的狗狗 基本上也都稳定了 狗狗的话基本上都稳定了 区域里面 然后 有七八只还带点微壳 然后有几只精神不好的 还在打针 看他们玩的精神 各方面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所以每天忙的事情太多了 对面这个咱们不愿意 这会儿就念花出来 小多元他们开心得很 特别开心 小多元他 把场地跑 像这边大区域的话 基本上都稳定了 还有是几只咳嗽的 几只咳嗽的自己给他打的针 往上做物化 然后好心的朱丽姐姐 又给买了两台物化机 又买了两台物化机 给他们做物化 就是同时能好几个房间一起做了 做装的话还在打针 做装还在打针 不太薄切的话 打针的时候会咬 所以做装还在打针 大小虎 大家一直想看看大小虎 每天场地都要消吃毒 每天都要打着消毒液 我从太原带回来的消毒液 每天整个场地都要消吃毒 目前许多狗狗 已经回到了曾经活跃的一个程度 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 这么大一个家园 真的有时候 看到这些狗狗们生病 像那段时间 所有的狗狗怕人呢 不吃不喝 没有一点精神状态 真的是很差很差 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干嘛呢黑米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那街是狗狗的厨房 并不是说我不愿意给狗狗做饭 是因为现在家园的人 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充足 因为二九也不准备干了 还要给狗狗打针 你说我哪能抽出时间做饭 像前段时间做饭用了三千多斤米 也许做了将近一六月的饭 依然贴持着 然后厨房我也跟那个打地的时候一起搞了 然后花的费用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录视频也没有公布出来 然后这个费用我自己一路能承担了 因为我老婆服装店有点收入嘛 所以的话这个厨房跟那个打地 我当时也没有公布 好了今天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家园的狗狗 一个活跃的状态